大家好,我是Epicxia,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历史上的马超 在他的粉丝眼中,马超不仅长得帅,更是威风凛凛的神威天将军 可在其他人的眼中,马超是一个和吕布差不多的不仁不义的人 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又背叛过张鲁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的马超究竟是如何的吧 马超自梦起,生于176年,又扶封郡,茂林县 虽然据传马超的祖先是东汉开国功臣福波将军马元 但无论真假,马超出生时家中十分贫穷 只能以砍柴为生,直到187年,因为敌、枪等民族造反 马超的父亲马腾被周郡官员所看中,开始四处征战 随后马腾又联合鞭章、韩隋等人叛乱,又互相争权夺利 这个情况一直维持到了192年 董卓进京的时候,曾邀请过马腾、韩隋一并出兵 可是当马腾、韩隋抵达长安的时候,董卓已经死了 董卓的后继者李觉、郭四为了稳定局面 就封韩隋为正习将军,马腾为真习将军 让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领地 194年,马腾攻打长安,大败而归,逃回了梁州 202年,曹操进军河北,趁着关中混乱空虚的时期 袁绍麾下的郭元和高干,联合了南匈奴蝉鱼 大举进攻河东,想要夺取关中,来夹攻曹操的大吟营许昌 这个时候,镇守在关中的是忠瑶 所以他就写信给马腾、韩隋等人,请求援助 于是,马腾就派了马超率领着万余人,前来救援忠瑶 就在郭元率领着大军渡河的时候,马超发起了突然袭击 作战的过程中,虽然被敌军的弓箭所射中 但是包裹了一下之后,继续作战,最后大破敌军 马超的部下庞德也在这里斩杀了郭元 随后,高干和南匈奴蝉鱼投降 在这里展现了马超一定的统兵作战的能力 此战过后,曹操看中了马超的才能 数次派人去请马超入朝为官,马超都没有去赴任 最后只好给了马超见义大夫的须职 后来208年,也就是赤壁之战的那一年 马腾和韩隋不和,但也觉得自己老了,就入朝为官 马超的两个弟弟也一起随马腾入京 只有马超留在了梁州,被封为偏将军,独庭侯 统领着马腾的兵马 211年,马超联合西梁所有的军阀和诸将起兵反抗 名义上为正统携天子的曹操 7月曹操亲自率领大军前来征讨马超 与马超军在同关对视 在两军阵前会面的时候,马超想要活捉住曹操 但是被曹操旁边的徐楚的眼神所震慑住 马超就没有动手 随后曹操采用了假许的计策 在阵前和韩隋说笑 又写了一封图改过的书信给韩隋 导致马超的联军互相猜忌 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操发起进攻 马超联军大败 在曹操追杀马超到安定的时候 收到消息说河间有人反叛 因为事态紧急,曹操就退兵了 212年,虽然马超在同关战败 但是回到梁州后,杀死了梁州刺士 韦康,占据了几城和整个隆上郡县 自称珍西将军领并周墓督管梁州的军事 在同一年的五月份 曹操下令杀死了入朝为官的马腾和马腾的族人 在这里涉及到了马超的一个黑点 三国志当中并没有记载马超为什么反叛曹操 而典略当中只记载了马超反叛之后 曹操才下令杀死了马超的家人 并不像《三国演义》里面所说的那样 曹操先杀了马腾 马超才起兵复仇的 所以可以说马超的举动 间接地害死了他的父亲和族人 213年 被马超杀死的梁州刺士 伟康的旧部下反叛马超 先是杨复和江旭在鲁城起兵 马超率领着军队去攻打 就在马超出城之后 梁宽却关闭了城门 杀死了马超的妻子儿女 马超进退不能 就前往汉中投靠了张鲁 可张鲁不是一个成大使的人 所以在马超听说 刘备在攻打刘章的时候 就写密信给刘备请求归降 刘备接受了马超的归降 马超就领兵到成都城下 刘章无比的恐慌就立马投降了 刘备任命马超为平息将军 督管领举 保持原来的都庭侯绝号不变 刘备做了汉中王后 任命马超为左将军 并授予他甲乙伏节的权利 再后来刘备称帝 马超升任票级将军 领梁州木丰黎湘侯 22年 马超身患重病给刘备上书 趁家里两百口人都被曹操杀死了 只有弟弟马代还活着 就请让他继承我的爵位吧 并且托付给陛下您了 随后马超病逝 年仅47岁 纵观三国志和典略里马超的一生 可谓大起大落 从落魄的家庭到青年成名 被曹操看中 从一气风发率领着关中联军 挑战天下第一诸侯曹操 到进退不能英雄无用武之地 随后再到刘备麾下度过了余生 他有着不错的军事作战能力 也有着一定的看人的眼光 只是间接性的害死了他的父亲 是我在读这段史料当中比较难过去的坎儿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Epic夏 我们下期再见